951,去文,深夜,两女子在惊恐中点了份外卖,要求送餐小哥,哈哈哈哈。 作为一名外卖小哥,都需要掌握什么技能? 送餐文,准,快!不不不,这远远不够。 大连的一笔外卖订单告诉你,外卖小哥不仅要送的一手好外卖,还要打的一手好虫子。 嗯,你没看错,订单备注就是。 外卖订单备注,外卖小哥要会打虫子。 这两天某视频平台上,一张来自大连的外卖订单承包了无数笑点。 订单点了大连老卖闷子,烤冷面,凉皮,两瓶水。 下单时间是6月1日,零点刚过,订餐者方位为锦华北园,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? 真正吸睛的是订单备注。 请找一个会打大虫子的外卖小哥,真的,不开玩笑,江湖就急。 天花板上有一只大虫子,不敢打,求求外卖小哥了。 视频上还有天花板上一个虫子的附图和外卖小哥认真打虫子的场面。 这个喜感十足的视频,吸引了超过20万的点击量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? 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Vita。 Vita真名姓某,她说,5月31日当晚是住在闺蜜家,夜里11点多,某小姐正在打电话,突然闺蜜指了至天花板。 顺着闺蜜手指方向一看,某小姐立刻腿软了。 一条长了很多条腿的大虫子趴在天花板上,后经网友判断,应该是俗称为草鞋底子的多租虫,目测那虫子至少有一根手指那么长。 小姐妹们俩立刻慌了神,拿条肉打包,太高了够不着,而且一旦没打好掉脸上怎么办? 某小姐和闺蜜盯住这条大虫子傻看了半天,种子从天花板左边爬到右边,又从右边爬到左边。 眼瞅着半夜十二点了,我们内心是崩溃的。 实在叮得太累了,某小姐集中生智想出个办法,点一份外卖,请外卖小哥帮家来打虫子吧。 吃什么不重要,重点是小哥要回答虫子。 吃什么都不重要了,重点是小哥要回答虫子。 小姐俩注意力都在如何对付那只大虫子上,已无价顾及这订单是否搞笑了。 没多久,一位年轻的外卖小哥上门送餐,放假定的餐,便赶紧问虫子在哪里。 这时,一直在天花板上雇佣的虫子已经不见了,外卖小哥把虫子活动区域的窗帘附近仔细找了好几遍, 那条困扰小姐妹多时的虫子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 某小姐说,那位外卖小哥非常有耐心,走的时候还轻轻带上了门。 虽然没有真的打到那只虫子,但这位小哥的认真劲儿还是让某小姐和闺蜜很感动,感觉整个世界都温暖了。 这笔订单算上优惠一共花了二十多元钱,某小姐还额外付了几元钱的感谢费表达谢意。 如果你们能联系上那位外卖小哥,请再帮我们跟他说声谢谢。 某小姐说。 外卖小哥,内心哈哈笑了一会儿。 当天接单的小哥毛亮,觉得打虫子这件事不知一提。 这位22岁的小伙子做外卖小哥一年多,曾遇到过帮带买烟买酒的订单,帮打虫子还的确是头回欲见,抢下这单的时候,才注意看备注,内心哈哈哈哈笑了会儿。 虽然觉得好玩,但毛亮还是认真对待了帮客户打虫子这件事,可惜的是找了一阵子没找到那个虫子。 由于打虫子耽搁了一会儿,下一单的客户还有点不高兴了。 不过毛亮说了,下次有这种事还愿意帮忙,举手之劳吗? 这年头,送外卖简直太难了。 哈哈哈哈,这些备注简直要上天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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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